北韩在最近这几个星期不时试射飞弹 光是5号这天就发射了四枚弹道飞弹 而且时间点正落在美国与南韩 进行史上最大规模空中军演的期间 北韩人民军总参谋部就表示 他们会继续以压倒性的军事作为 对所有反北韩的战争演习做出回应 而上周登场的这场代号警戒行动的联合军演 有好几百架军机参与 其中美军的BEB战略轰炸机格外受到瞩目 因为这是BEB从2017年以来 首次出现在朝鲜半岛 针对北韩的威胁 南韩军方也回应他们已经准备好 面对任何挑衅 由于北韩试射的飞弹残骸四落 有一枚弹道飞弹首都落在南韩海域 南韩军方7日就表示 他们回收了被认为是北韩弹道飞弹的残骸 另一方面 华府智库北纬38度表示 有情思显示 北韩秘密向俄罗斯提供俄务战争所需要的军火 透过卫星图就可以看到 两国边界上有一辆火车正在行驶 虽然俄罗斯表示火车是用来载誉马匹的 但时机点敏感 引发外界联想 环宇新闻徐浩明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